哇 小小孩天真舉著牌子 說想要當姐姐 國內手足化衝擊 兒科醫師生態 為了要解決兒科醫師慌 衛福部PO出力多 宣布要提供兒科住院醫師津貼 每人每月一萬元 兒童重難寒症四大領域的 嚴凶醫師津貼 每人每月一萬元等 支持兒科醫師的人力培訓養權 提出這個核心醫院的計畫 就希望有更多的年輕醫師 能夠選擇兒科 當他的這個主要的專科 衛福部也強調 要在孕產期開始 一路守護每個新生命 在緊急的一樓轉運中 接住寶貴生機 加強周產期 以及兒童緊急一樓照護 目前兒童重難寒症照護 補助八家核心醫院 累計完成兒童重症轉運 318次 目前有80%左右的行政區 其實都已經有 我們幼兒專責醫師的照顧 所以全國22縣市都有 已經有1880位的兒科的醫師 跟家醫科的醫師 還有衛生所的醫師加入 相關計畫將 挹注兩億元經費 在今年第二季開始執行 不只要支持兒童重症照護人才 以及團隊培訓 也盼能優化兒童醫療照護 讓更多的孩童能夠健康長大 三立新聞餘成虎黃玉婷 在台北的採訪